10月26号 成都市温江区在加拿大河顿山市举办温江节 开展文化展演互动活动 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专程为本次活动发来的贺信 圣赞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感谢温江文化交流团为本次盛会所做的辛勤付出 祝盛会圆满成功 加拿大联邦参议员胡子修 中国驻加拿大多伦多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徐伟 亦出席本次活动 活动期间 加拿大国家电视台受河顿山市邀请 作为唯一的媒体对活动进行了全方位的独家报道 温江区在河顿山市举行了温江市民摄影书画作品展 光华实验小学与埃塞尔加德纳公立学校建立友好关系 并开展师生交流 温江文化交流团还进入社区 与当地艺术家市民开展了川剧 民族舞蹈 中国书画 川菜等多项交流互动活动 10月26号 27号晚 温江文化交流团和河顿山市艺术家 在当地艺术厅举行了两场文艺晚会 温江区精心准备的川剧民族舞蹈表演 让当地市民欣赏到精美绝伦的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受到当地市民的高度赞誉 为推进都外开放工作 扩大都外交流与合作 进一步提升成都温江的影响力 2016年成都市温江区 与加拿大河顿山市正式建立友好关系 双方约定在旅游 文化 医药 新能源 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开展交流合作 2017年9月 河顿山市李克伯内特市长 率团对温江区开展了正式访问 双方共同举办了中国温江 加拿大河顿山市可持续区域规划论坛 并促进四川太一新能源有限公司 与河顿山市西南能源公司 签署正式协议 其太阳能产品通过有城渠道 实现了走出去 促成温江区商会 与河顿山市商会 正式建立友好关系 我们现在还在跟很多的国内外的医院 在洽谈把新的医疗机构研发机构设立在温江 然后最近我们在美国原来曾经上市过的 药明康德公司 也投资一百个亿的 在我们温江要建设一千亩的生命科技园 它是一个新药研发平台 在世界这个行业领域里面 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非常有影响力的 所以我们想借这个机会 通过引进龙头的高端的项目 来带动我们医学医疗医药的产业的发展 为成都人民的健康提供保障 做出贡献 所以我们也非常希望 加拿大的华人朋友们 能够更多的到我们温江去旅游 去参观 去考察 然后有什么商机 医学医疗医药方面的项目 团队 企业 都非常欢迎能够介绍给我们 参与到我们成都医学城的建设里面去 加拿大国家电视台记者报道